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 敬請留言 這個斑馬在線 說到君子與小人 為何這個社會這麼多偽君子呢 因為道德理論層意極高 很難做得到 就是說天然無力做 有心無力 甚至無心亦無力 有一句名言 這位著名的商人 他說所有的idea 都是不值錢的 只有執行得到的idea 最值錢 即是現在的商界 久不久又說腦震蕩 一會兒說創意 一會兒跳出盒子思考這一類廢話 最重要是有意念 有意念有甚麼用 我說給你偽康 我明天想去火星 我執不執行得到 做得到才行 我明天去木星 做得到也行 就是這些做不到 道德理念 是呀做不到 我講一句你就知道 叫養天地正氣 發古今圓人 圓人是圓美的人 有多少個 你告訴我 空想 姚信宇是圓人 也不是 不見得是呀 傳說中的 第一傳說 第二 他這些是跟那些 印第安部落的油長 沒分別 只不過他快要死了 他指定一個接班人 委任給他 美其名叫做蟬陽 蟬陽有時候 你姚傳個位給信 他只是單方面覺得這個信好東西 這個信如何得到姚的信任呢 歷史無記載 完全不知道的 拆鞋呢 行不行 不知道的 大哥 中間只有一句半句 你就說姚信宇是聖人 這個 是不是差不多 先生兼操之大業少少呢 迴徐寶根據 根本是神話人物 人家已經創造的 神話人物 你就當他是發古今圓人 這個圓人由姚信宇開始 你說死不死 我想問 你說皇帝全部都是魏君子 因為他們有話事權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比如看朝後巷 如果諸葛亮說是的話 他算不算一個魏君子呢 因為他被視為忠臣 諸葛亮是無法說是 這個就是中國歷史的縮命 他只可以做所謂智郎 也只可以做一個叫師爺 師爺智郎 是未試過做到皇帝的 最擅長的那個叫明朝張居正 是吧 這個就是因為那個老闆 萬曆皇帝天生懶 幾十年不上朝 是吧 但這個諸葛亮 都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物 諸葛亮做不到皇帝 他不會做皇帝 不會的 他一味有一種好心 先帝創業未半 而中度崩吵 這個大前提 糟了老闆 現在那個江山 那間公司 現在沒有人作主 那你做呢 他的思想受限制 他絕對未能夠自己做 他從沒想過自己做 因為他要扶劉蟬做 整個出師表 就在教劉蟬怎樣做人 你說得對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諸葛亮絕對會問 與其扶一個低能兒上去 低能兒 你知道英文怎樣叫 imbecile 就是 a person with abnormally low intelligence 一個特別智商低的人 這個就叫劉蟬豆 你明明看到他是一個imbecile 你還要扶他上去 宗子當頭 如宗 這個對國家好還是壞呢 為何你不自己去做呢 為何你不想著 我可以取而代之呢 不知為何中國歷史上 那些讀書人 那些君子從來沒有那麼想法 他沒有這個想法 想也沒想過 有這個想法 那些全部都是那些粗人 全部都是那些武夫 陳姓吳廣 劉文 劉文 打那些地貓 打那些惡霸 打漢語 就這樣想了 那這又奇不奇了 是呀 很奇的 中國讀書人中毒 中了都中了中國的中字 諸葛亮如果當了皇帝 其實可能是令中國歷史改善 因為他可能真是一個君子 是吧 但問題是在這個歷史裏面 這個國家 君子是永遠統治不到的 君子做不到皇帝的 這些是劉文做皇帝的 是的 還有一個中的中字 搞錯了對象 中字永遠對象就是皇帝的君 他不是忠於人民 他沒有忠於那個地方的人民 他忠於君 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概念 忠於一個聖 忠於一個聖 忠於那個皇帝 是的 那個家族 那他怎會做到一個好的皇帝 就算他做皇帝 他也是忠於他自己的地位 他忠於人民 思想上已經自我閹割了 他不將自己的一個人格 完整地建立得到 你是你的權利 是吧 你可以自己做 但西方的思想 很早在希臘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城邦的時候 已經是忠於那裏的人民 民主的起源 所以中國的民主是很艱辛的道徒 就是這個原因 沒有忠於人民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遺傳基因 沒有這個奎原基因 沒有這個基因 這個清朝 曾國犯制 作皇帝很容易 他最容易的 領著一支雙軍 去打太平天國 捉了這個中皇李秀成 李秀成受審 於是就寫了一張 公辭 在公辭裡面 他漏曾國凡 不如我和你一起合作 一起去推翻 分享 分享了清朝 你好東西 你就是一個百樂 我是千里馬 我現在被你捉了 我心服口服 不如我輔助你去推翻滿清 這個李秀成 這個中皇 這個公辭 肯定成功 我預約了他的計劃 幾晚前 當時曾國凡 拿了之後看了滿套物圈 在書房量度報 左想右想 能否拼得過 結果都是不敢拼 十二點也不敢拼 不敢拼 這個就是玩二十一點娛樂 十二點不敢拼 娛樂、灑樂 莊家當時是綠仔面 你自己拿著十二點 不敢拼 不敢拼 其實可不可以拼 拼得過 拼一隻小狗回來 他拼得十幾點 他拼得十幾點 他就害怕了 拼得十幾點 他六點 又或者他九點 他就是沒有 中國法則是沒有流氓性格 沒有流氓性格 亦是太宗治害了他 於是將李秀成的公辭 將他裂成皇帝 改改 他真是大膽 將他刪掉 剪掉他 然後剪剪貼貼拿上去 給皇帝看 這個欺君之罪 他夠膽 給他剪貼的部分 從此沒有阻擋 欺君有膽 散君就沒有膽 散威 散威無能 欺君有膽 敢於其他 這個也誅九族 是的 但他怎麼敢把這個公辭 對 想到他更大 想到他更大 不能辯駁 你不可以跟老闆說他叫我 我沒有反應 不行的 他不相信 我問他怎麼會相信你 你死定了 不相信你 他改國號叫大洲 是 他自己叫高祖皇帝 他從來沒有想過人民 他從來想過最後我做皇帝 你不做我做 吳先生他敢做皇帝 因為吳先生最不明白 沒錯 他就是武人出身 是 沙膽英雄 沙膽英雄 所以 橫系不如我做 你這個基因很奇怪 知識分子從來不敢做 儒家的教育 教育 從來不敢做 這個宗字本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五輪裡面 說到軍神這兩個關係 始終是使得 起碼有四千年 大家蒙茶茶 洗了腦 洗了腦 上一篇我已經說過了 我最討厭那個宗字 一說到宗字 就是兩個人的地位不平等 一個是主 一個是奴 人和人應該是平等的 為什麼我又喜歡你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斑馬在線 好了 斑馬在線 想不到這些君子小人 真是 有這麼多話要說 稍後我們就會說說 這個真小人是甚麼人 我最喜歡的一個叫韋小寶 是不是真小人 算了 算了 韋小寶又是真小人 又是真君子 總之叫真 真 真就沒有所謂君子小人 我覺得真小人很好玩 你看到他做小人行為 多好玩 除非你不知道他就是小人 但是真小人的所有行為 你完全可以分辨得到 你是小人的行為 譬如說賭錢出老千 看著他一半 竟然做得很好玩 市井三招就是踢別人的下陰 然後灑灰 以及砍別人的腳板 市井三招 武功來說 這些是最壞的 但是呢 在他來說 這個真小人 他就應用得 就是了 我是救命的 是吧 所以這個真小人 我認為韋康說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是 只要是真 就不管他是小人還是君子 真小人很好玩 你看他的行為很好笑 他以為可以騙到你 但是你如果認清他名目 就騙不到你 是吧 是呀 他一天就做 韋小寶那些小丑那些作氣 那你就看著他笑 他又害不到你 我覺得韋小寶 可愛是因為 他不是打算害人的 他是想大家拘捕 拘捕其他人和諧一點 他保護自己 他從來沒有想過 他做任何事 是陰理的 在你拿便宜的 這件事是最困難的 現代世界 你認識十個人 我想有十一個 都認識你之後 就在你身上打點主意 希望你賺點好處 就算不打點主意 他都會為自己想多一點 為你想少一點 當然了 這個自私的基因 早就住在血液裡 沒得救了 這是人性 韋小寶 每樣都打算三贏 雙贏 不過我始終覺得 說得容易 他在陸頂記裡 覺得成巴康熙、陳近南 神龍教、教主 似乎每個人都低B一點 為甚麼 即是會給一個這樣的小孩 玩弄於鼓掌 我想你不是說他低B 是理想化一點 葦小寶 是吧 照計一早說絲萬段 這些東西 都要利用他的 三方面都想利用他 達到一個叫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 三方還沒利用 如果這樣走了之後 接下來會怎樣 你現在不知道 是 應該寫了陸頂記續集 胡思亨利用 陸頂記實在網上有 很好玩的 是否金融寫的 不是 當然不是 我經常看陸頂記之後 就覺得 葦小寶其實 一個高層次來說 就是這三個大老闆 心目中的心魔 個人都有一個小寶心魔 小寶心魔是甚麼 就是希望有些東西 有個人在後面 永遠在點自己的少爺 任何這個 無論你是皇帝也好 你是平民也好 你是黑社會的神童教也好 也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寧靜跟著你 在現代社會 這個很難 因為這個有一件事 叫做Conflict of Interest 叫做利益衝突 這個葦小寶 你和康熙打工 就一定要申報 我就是天地會 和律神龍教那邊 你又要申報 我另外那兩範 甚麼都要申報出來 甚麼都要透明 那不行了 那不行 何來有一個葦小寶呢 這個所謂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申報 都是由外國那裏抄 其實你不要以為 水智清則無緣 它是防快那些小人在這裡 左黏右立 這個是英國的下議院 那個條例 你身為一個議員 你做第一天做議員 他給你一本搜索 申報 裡面最重要的是 你要申報 你是哪一間財團的顧問 你是哪一間公司的董事 一定不是要你辭職 你要說出來 列出來 將來 譬如你是一間電力公司的董事 將來講到家電費 你起床 你起床 說話 你不用微借 說話 沒有人聽 全國就陰陰笑的聽著你 你就繼續說下去 因為你申報就出來了 這是一個公正的遊戲規則 但是李小寶在這個亂世裡 他不能夠申報 一申報就殺身之和 但是他不申報又不申報 因為他的人沒有私心 最重要的就是 他那個動機就是天下太平 社會和諧 既利外就ABC三個Party 又利益我自己 雲水摸魚 他又雲水摸魚 所以這個是很理想化的 是一個金融 理想國 世界裏面是一個很理想的 一個上上人物 但是很難做得到 真小人要做到韋少布 都很困難 他其實是爭君子 但真小人就是他犯了所有儒家 所要求的道德的教條 嫖、賭、飲、吹、吹 這個沒理由是古今元人吧 是吧 玩弄女性 七個老婆 都不算玩弄 所謂啦 所謂玩弄女性 我們要照顧女性觀眾金獸 經常說三個男人 都說了一些話 戴男人 這個就是女性角度 玩弄女性 但七個女人之間 為何又不爭風俠燥 為何又和平共處 究竟靠甚麼呢 靠她本事 這個男人有本事就行了 是某樣的本事 不要說七個女人 十三夜人民都可以沒得定 有本事 所以這件事真的太過理想了 在現代社會是做不到 所以這個叫做真小人 賭博合法化 嫖妓撤紅燈驅 為何不做呢 一夫多妻制 全部都是真小人 而符合人性 的實力 關於香港上的問題 既然你們所說 在現今香港都是不設實際 為何香港這個教育方面 還要學這些東西呢 學來既然都是廢的 為何還要有這種制度 我沒有說過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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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有些是不實際的 譬如三年之喪惡 首相的莊克蘭含實際 我現在想回答你的問題 儒家思想裡頭 有很多是我們日常生活 正在做的 正在做的 正在做的觀念 譬如你 對朋友要有信 信任 信念 大家互相說的信 這個信字其實 其實是日常生活 一定在做的 如果你不信 全世界都是懷疑論 你逛街又怕旁邊的朋友 會害你 你又會害他 大家有信任 但做不到 但未必 為何在外國買一份報紙 不用報返 有一個自動授報機 你把錢放進去 可以拿報紙走 為何中國沒有這件事 這是儒家思想 那不是儒家思想 那不是信嗎 因為別人沒有儒家 為何去到加拿大 去到美國的小鎮 別人每個都可以 是有一個叫做 公民精神 忠誠制度 為何你現在又由頭 鼓勵過公民教育 既然儒家思想去哪 是否只是廢 譬如廉潔 現在我舉例 廉潔 這不是西方的想法 這個很早 中國人已經說廉潔 廉潔 你不是為了錢財或利益 歪曲了你的道理 這是儒家思想 現在不行 當然國民黨時很廉潔 無論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學在處沒有學的 你學了這件事 知道這件事 你未必一定要去做 學了先 你知道你思想有這件事 譬如剛才你兩位說話 有個秩序 說完就道理 你說完就道他 這是禮 禮就是秩序 你遵守秩序 你去到這裏 知道有個秩序 這個秩序應該遵守 使得更加和諧 這個遵守秩序的心 本身就是一個儒家思想 你跟我說得有理 你逛了幾千年 你的儒家教育沒用 現在從學來做甚麼 這樣就不用學了 那個利益 那個利欲分了心 但問題是教訓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從幼稚園開始教育 我認為 教育有用 對的 你不要分為外和中 別人讀國際學校 沒有儒家教育 為甚麼都會 這件事就奇怪了 這件事 是嗎 你扭心一層 你就會知道 你更加了解 儒家思想有甚麼的想法 你會發現自己很醜 原來自己中人 有這個DNA 你反而做不到 你醜到 簡直不敢見人 我提起 我都不敢見人 大哥 有理論 沒有實際 不會搞假大空 好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 說這些事很不開心 你看 那些小朋友 每個人都很黑臉 你死的爸爸 不是啊 這個聽到很好笑 很好笑 很好笑 笑就聰明了 不要哭,不要上心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好,謝謝 下禮拜一晚10時半 花馬在絲 馮老闆都是自私的動物 藝先生,你還沒打過功 沒有勞性又沒有魔性 只有人性 若是大老闆,若是姿佛莊 扣過三位主持人 扣過三位主持人 對本節目有任何意見 歡迎登入亞視網站 www.hgatv.com 接著我們是播映 碧桂園特約 當年今日,之後是馬上傳 接觸同夜間新聞 今晚亦 媽媽在線 寂寢